你就多给他洗洗衣服 他就理你了 真是 还有别的事吗 有 还有就是他特别不会哄 就是这个哄字在他脑子里 就没有这个概念 啥意思 你好 就是由此我们去出去玩嘛 我跟我朋友玩完之后 当时我包他拿着 回去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包就是 里边的眼霜就是少了好多 我就问他 他说你这是眼霜呀 我以为是护手霜的 我就涂了 当时我一听我特别生气 因为这个眼霜 是我省了好长时间的钱买的 花了好几百买的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 然后我还没有跟他 发特别大的活 他的脾气就上来了 嗓门比我都大 你说你哄哄我不就得了呀 不道歉还是我小气 那我又对花片又不了解 那你用这钱跟我说一声呀 我不就拥了一点嘛 你至于跟我生气嘛 你怎么就不问我 我的意思不就是说 想让你给我道个歉吗 你哄哄我 默默我的头哄哄我不就行了 从来不哄 在你的思想里 是不是只有你们男生 可以发脾气 我不可以发呀 还有就是你知道游次啊 我拿他就是拿手机翻嘛 无意间翻出了一张 就他跟他前女友的照片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是那种语气的 然后我说前女友真漂亮呀 他你说他又不傻的 肯定能听听我什么意思呀 换作别的男人 肯定就会说 哪有你漂亮 这都过去的事 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啥 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的 都跟你开玩笑呢 你开玩笑你笑了 我哭了 再说前女友都以前的事 我都 那你怎么不杀他呀 都已经不在乎了 意思你就说我丑呗 因为我都丑你才追我的呗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 那你好 那你上次 我当时就是拿了他手机 然后就是看了上 然后看一个男的 你妈挺有意思的 一拿手机就能看出东西来 来来来 特别亲密 怎么了 就是有个男的 然后对他称呼特别亲密 拿手机怎么能看出来这个呢 称呼 其实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刚刚不说 我们也是在一个社团吗 现在就是我是 我们社团的主席 那个人吧 是我的一个学长 我们两个就是 之前在一个社团过 但中间都退了 现在他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公司呢 需要在我们学校宣传 宣传就需要的一种场地呀 所以他就想托我 托我跟老师要这种场地的条 就是想求我办事吗 人家就叫了 叫了个亲切的一下 我也管不了人家 在这儿我也没跟人家互动呀 追点他身上 我也管不了他叫什么呀 然后他就生气了 让我把人家给删了 关键是 你要是有平常的人啊 我删可以 但是人家公司跟我们社团 每年都有合作 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就把我们整个社团给糟蹋了 删了人家以后还怎么合作呀 一点都不顾大局 那我就看这一次 其他还有没有 我还不知道了 你还小心眼啊 特别爱吃醋吗 除了吃这个学长的醋 还吃过谁的醋啊 我就是 有时候跟男生在一块嘛 然后他也会反正不乐意 就跟一个保镖似的 没听懂 就是你看就是还这个事 就是第二天 然后场地不是披下来了嘛 披下来之后 然后我就想着 怎么着也得过去看看嘛 或者帮帮人家忙什么的 反正不能不露面啊 然后我就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 就是紧身地贴着一直跟着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 你谁都不能动 我当时去了 我是以一个主席的身份过去的 你怎么着又得给我一个面子呀 干啥去了 我就是不希望他跟其他男的接触 这不是正常的交往嘛 正常交往 该叫什么叫什么呗 成功能那么亲密干嘛呀 叫的啥呀 就叫了个孟茫 哦 小明 最后一个字是孟是吧 就叫孟茫是吧 哦 然后你觉得受不了是吧 挺好的呀 分手吧 你干嘛呢 我跟他提过 他不同意 不同意就不能分了 他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说说的得好吧 就是就是有一次他们出去实习嘛 实习可能需要半个月吧 当时我反正我就跟他发了个消息 我说想你了 然后他第二天 也不告诉我就回来了 你恐怕也没告诉 实习单位老师吧 跟老师请教了 还有什么对你好啊 平常其实有时候 让我生病了或什么的 也会买药啊 其实有时候还想你挺周到 说白了是舍不得是吧 是 但是男生身上有这么多的缺点 又受不了 既舍不得又受不了 于是你的诉求是 希望老师们帮你修理它 对 是吧 一起进入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小刘你好 你好 你有爱好吗 就比如像他喜欢打排球 你有吗 喜欢球类运动吗 平常在学校会跟我不错同学 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 对 你又打不进国家队 你打台球干嘛呢 男生和女生 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并没有一个会高高在上 他的爸爸妈妈生养他二十多年 不是为了给你做牛做马当保姆的 给你姐姐买饭 给你洗衣服照顾你的生活 这是他心甘情愿 因为爱你去做的事情 既不是欠你的 也不是挨你一头 你懂吗 懂 但是你不是这样做的 而你对他脾气暴躁 踹这个扔那个 冲到我面前大喊 穷妖巨呀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让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或者面对他的时候 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 为什么要那样去对待一个 爱你的女孩呢 她肯定是爱你的 不然你做的那些事 换一个女生 今天来这现场就不会说 我想请老师帮我治治她 咋治啊 我们也不是大夫 我觉得要治的是你 她做的那些事情 你愿意啊 你老说她不哄你 因为你不用哄就会好啊 所以是不是你的状态 也放纵了她的那些行为呢 所以我觉得男孩 你要真切地调整 你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换做任何一个女朋友 都是受不了的 但是她愿意 跟你继续走下去 你能改吗 我能为她改 你能做到哪些 你说说我听听 我可以 把脾气收一收 然后呢 这都委屈都快哭了 我可以吧 你特别委屈吗 我说的不对是吗 不是委屈 那是什么 还是觉得我说的不对 是觉得对不起她 对 所以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 好好地珍惜她 我就想跟孟蒙说 如果这个男孩愿意调整愿意改 你看她现在真的非常真诚 我相信此时此刻 她是真的在抱歉 我希望你 用最好的自己 去迎接那个 真正疼惜你的人 好吗 我可以在那里请 monde